走路方式白白走 每个人习惯不同 54岁的苏女士 脚步一迈开 就是外八字 女儿就说 妈妈你走路真的很不好看 远远看 看你的身材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 有点像企鹅在走路 不管是外八型或内八型 姿势不对太严重的话 会增加关节的压力 长期下来可能会影响腿型 如果肚子稍微收一下就好 许多男性老是挺着肚子走路 这种称为挺肚型 久了脏心腰椎疼痛 另外女性朋友爱漂亮 长时间脚踩高跟鞋 身体总是往前倾 不知不觉会造成 足部压力过大 会有一些脚踝 足底板的压力过大的问题 这样很容易就会引起 一些足底筋膜炎 甚至一些 这个叫做拇指外翻的 一些症状会跑出来 穿双让自己舒服的鞋子 以正确的姿势来行走 眼睛直视前方 那我们肩膀的话就自然下垂 那抬头挺胸 那走路的时候基本上就是 这个稍微缩点小腹 走路时双手在两侧摆动 为了减缓冲击 脚跟先着地 膝盖伸直 脚尖向前不要过度地往内或往外 最简单的动作 牵一发动全身 走路要走对 身体自然不会累 大约新闻关灵国际宗台中报道 台湾呢 谢谢大家